以前的我真的是很笨 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的那个日子 我把自己搞得好像不快乐 讲真的 我不快乐 欢迎回到Be Real 今天我们会谈谈身体现象 我们邀请到了 Miss Hippo 陪我们一起聊身体现象 哈啰 大家好 我是Miss Hippo 所以你们看我们之前的Be Real 你喜欢吗 喜欢 因为你们讲的是从你的心 所以身体现象是 你会看到自己 和别人会看到你 所以很多时候 我感觉是身体现象 它是从不安心 对 我认为大家都有不安心 对 不安心是谁造成的 通常都是别人造成的 可能他们不是故意要讲 他们只是随口随便讲 他们没有那个意思 对 可是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就会变成你很不安心 所以你们有什么不安心 对于身体现象 所以对我 是我的高度 因为我很短 他小时候很矮的 我现在也是很矮 因为以前 因为我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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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所以这个高度 有从我年轻的问题 甚至现在 虽然社会很承受 但是 很多人仍然会 判断你 为你的高度 对 所以你会感觉 比较不信 因为高度 对 特别是 我们是兄弟 但高度的差异 是 很重要的 但我可以感觉到 他有安全 因为每次 我站在他旁边 他就会 专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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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人家会讲你 我会召唤你的名字 像 矮冬瓜 Shopee 所有的 我记得一遍 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去这个活动 然后 我听到 有人会说 我的天 这么矮的 这么矮 所以现在 我对它 我常常在 我的孩子 所以我刚才讲 安全 都是人家给你的 就是你懂 以前小时候 人家很喜欢讲 我的鼻子很大 可是以前 我不觉得我鼻子很大 因为人家就讲 我像 成龙的鼻子 你鼻子很大 这鼻孔这么大 然后 他们就觉得 这个 笑 这样 但 之后我就觉得 我鼻子是不是真的很大 然后我去找很多方法 让我鼻子变小孩 我有想过 要去整我的鼻子 因为 别人一直这样讲 一直这样讲 你会觉得你自己 真的是 可能真的有问题 这样 我没有做啦 因为 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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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Foreley 你有什么 insecurities about your body image 这时给我问 肥货勒 当然是这样 肥啦 我从小呢 不是肥的 ok 我从小 就很有自信 是因为 每个人都讲完 cute 很美 她讲她是笑话 哈哈哈 那个是我骗她的 哈哈哈 我的问题是出现在什么呢 就是出现在我去中学的时候 因为小学你不会比较肥 很少很少会这样比较的 只有去到中学 就看更多的人嘛 因为我身边的人全部都是瘦的 我差不多是那次好像是50 50处kg这样啦 50多kg 可是人家是40多30多kg 所以你就觉得说自己很胖 然后呢 就 浪漫减肥咯 就不要吃 每次说这个不要吃 回家就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 我把我自己的身体弄坏掉了 然后 after that 我就结婚了 因为我很早就结婚了 我怀孕ban的时候 到70多kg 我就在想细了 那个肚子很大个 我就想 cham了 就买楼啊 怎么办呢 然后我身Brandy呢 是因为我们自己 办一个家了了 所以我猜啦 是因为可能我以前啊 做业子的时候 收衣服那种太重啊 你这样可能它更拉下来嘛 然后哦 还有一个哦 最大的mystic就是哦 我confinement到最后一天哦 我就偷偷喝 喝cork咧 that's why我的wake 就真正日上 所以你有没有 任何事件 令你很悲哀 有 好像哦 亲戚朋友哦 有时坐他们的车哦 你懂他们讲说哦 哎 我坐他的车 他整个车 sangy up去叻 这样一个up 一个down叻 所以哦 会很sat咯 我心里在想 哎呦 可以不要做 我就不要做咯 有这样严重吗 我就肥到这样夸张吗 然后你坐他的车 你就这样 你懂吗 这样 要控制你自己啊 给他 看 挤那个wake上去 可以少一点wake嘛 还有呢 以前我的老公很瘦的 然后哦 呃 他以前是在巴沙做工嘛 连巴沙的人就会讲说 哎呦 真可憐哦 这也薄哦 吃到 把你的那一份也吃到完啊 吃到你这样瘦啊 他这样肥啊 这样呢 that's why呢 我就不喜欢出门 而且我也不喜欢哦 陪就是陪他去逛他的朋友 因为每次都讲 挖那个薄金不易 然后哦 每一个人哦 就会来开玩笑 一样的 像他们这样讲的开玩笑 but 他们不了解说 他们的玩笑哦 是 会喝到 会喝到我们 我们很take it的 虽然我们还讲讲 我们心很take it的 很辛苦的 that's why 我们变成做 anti-social 你们就在那边讲话咯 我就尽量躲在一个角落 或者在一房间咯 就是少讲啦 因为等下讲讲讲 可能你们 又讲到你啊 又讲到你啊 又拿这个来开玩笑啊 又拿这个来开玩笑 然后哦 我觉得 以前的年代哦 肥胖的人哦 真的是很没有自信的 你去买衣服哦 那些卖衣服的 都是比较 sales girls 比较美的啦 瘦的嘛 他们看到你哦 他们那个脸哦 好像哦 心里 心在想 look down 你穿不了也是是不是 他心在想说 我也是穿不了 有时候我们女儿 只是喜欢看的嘛 有时候真的是没有自信 我就没有进去 然后有时候我进去 我这样摸而已哦 那个女儿子就来讲 啊 excuse me 没有你的尺寸 这样咧 然后有时候我为了 有时候我为了 一鼓气嘛 我就讲 啊 我买给我的女儿 然后 我有买过很多衣服 我不可以穿的 过来家里 所以变成 我以前有过啊 穿一件 黄色的裙子 刚刚好 suit 我的啦 我可以一整年穿那些裙子 我没有骗你的 还有你懂 我发现一个东西 我每次跟你 take biotage transport的时候 你都不喜欢坐在那个 seed的 你每次选择 站 站 instead of 坐 因为哦 我觉得哦 那个 scene 很小 我一坐下去哦 我的抬车会 多一点点出来 再另外 over 另外一个椅子 然后我会发现到 很多人不喜欢 跟我们这种 比较 肥胖的人坐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我就干脆不要做咯 我是觉得哦 以前的人哦 他们对肥胖的人哦 有一个很不好的 一个观念 就是说 肥胖的人都是 臭的 肥胖的人都是 都是笨的 肥胖的人都是懒惰的 肥胖的人哦 都是丑的 还有肥胖的人 都是哦 油油腻腻的 你们都错了 不是肥胖 都有这个问题 OK 这是你自己爱清洁 跟不爱清洁的问题 所以我 很不喜欢哦 人家有用这种哦 呃 眼光跟态度来对 带肥胖的人哦 所以哦 我觉得我要替肥胖的人 讲就是这个问题 不要看清肥胖的人 不过我觉得现在啊 就是这个2023年 每个人哦 不会有这个思想 已经在改变了 那个是以前的人思想 所以我也是很开心 我们就变成越来越有自信嘛 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哦 我是越来越有自信了 因为我的 mindset在想 为什么要在意 其他人的思想 我都不在意 这个 以前的我真的是很笨 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的那个日子 我把自己搞得哦 好像哦 不快乐咧 讲真的 我不快乐 然后哦 也不会enjoy的 我要对那些没有confidence 就是没有自信的人讲 你们不要给自己 放一个框框 这样而已 你们要把你们的框框 哼 到大大 我跟你讲 什么人 都有人欣赏的 不管是 丑的 美的 胖的 瘦的 矮的 高的 所以呢 不要贬低自己 说到自己 这样没有用 你们一定 一定会找到 你们欣赏你们的人 你们要永远记住 所以你们要 站出来 我看到也是蜜蜜 我们也喜欢听你的故事 我们也喜欢听你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 可能我们会分享 在影片中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 记得订阅 按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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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订阅